在銅鑼灣這間樓上書店 不寫一個上午 莫言的作品已經賣得七七八八 書店的負責人說 莫言得獎之後 多了人查問他的作品 但由於存貨少 半天已經有四五部作品賣到斷貨 只剩下兩部作品有存貨 譬如《生死疲勞》 剛才說《紅姑娘家族》 這兩隻是普及可能會多人知道些 以及以前本來這兩本都好賣些 這兩本都好賣些 我們會遷就這兩本有信心些 其他就是先配套 當他看到反應 其實跟其他作書一樣 看到他的反應是怎樣被接密發 然後再加訂 書店的負責人說 本來莫言的作品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和其他內地作家的書籍放在一起 但昨晚知道了 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就放在一個比較當眼的位置 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找到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令他的作品在香港銷量大增 林碧芬認為 莫言的作品沒有高行見那麼艱深 相信銷情會更好 大家都沒有得獎的時候 莫言好賣很多 但所謂好賣都相差不太遠 跟村上春樹相差很遠 但真的只能得獎也好 之後來說 我相信莫言較容易被一般讀者接受 至少我當魔幻式或神怪式小說 會較容易入手 林碧芬說 本歌文學作品《讀者群教勢》 莫言的作品燒情始終比不起流行書籍 香港文電視機 就在寮靜文報導 在寮靜文電視機 中文電視機 中文電視機